但現在魏國危在丹直 怎知旁捐聽完之後 笑了笑 陛下 我看你大可不必太過擔心 就現在的形勢來講 魏國不單止沒有危在丹直 而且 還在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 真是可喜可賀 他這句說話說出來 不單止魏惠王 連衛詩聽到 都覺得非常奇怪 大家一起望實旁捐 魏惠王 簡直被旁捐這番話 說得有點懵懵的 什麼 寡人 現在仍是遭逢良機 何喜何何 沒錯 大王 適年魏文侯的時候 西面有強大的巡國 南方有剛好崛起的蠻楚 北方有強悍的趙國 東面有敬敵齊國 當年 文侯遇到的形勢就好像今日一樣都是極極可危 但是 後來文侯震備一呼 先有名將洛陽 舉槍如天下皆經 後有大將軍吾起 停擊 諸侯恐懼 就是這樣 大魏經歷三代 海疆討土 東征西戰 成就了幾十年的巴業 天下 對於我們魏國 都是為命是從 旁捐提起這些魏國的威水史 魏惠王都不知道多麼激動 但是 再想回到現在目前自己的處境 又不敢有點默然神傷 這些都是以前的事 現在寡人 遭遇四面強敵 我真是 陛下 在草紋眼裡邊 便有什麼強敵呢 魏惠王見到旁捐這麼大口氣 雙眼不由得流露出一些疑惑的神色 零轉頭望望衛斯 怎知衛斯閉上眼 好像根本不關他事一樣 旁捐喝了一口茶 然後才說 在草紋眼中 閉下你說的四面強敵 只不過 是一堆行屍走肉而已 根本不堪一擊 魏惠王見到旁捐越講 口氣越大 他心裡更加疑惑了 你這麼說話 到底旁捐有什麼把握呢 大王 請聽寵民一句說話 是 現在魏惠國表面上是四面受敵 但是其實沒有什麼邊處可以驚 韓國 趙國 只是想逼陛下放棄王浩而已 他們怎麼說來滅亡魏國呢 因為正所謂純亡齒寒 至於秦國 他們 目的只是想打出一條 東出中原之路 現在得了 涵谷關和陰鎮 已經心滿意足 一下子 他又怎麼會再有什麼大的舉動呢 唯獨是齊國 不惜時務 以為我們魏國無人 想一舉將我們吞併 現在陛下 只要激潰田忌的軍馬 其他三國 一定是不戰而退 魏惠王聽到他心裡動 唯獨 你講得很對 但是 現在最關鍵就是 如何激潰田忌的軍馬 草民想問陛下 你是想生禽田忌啊 也或想要他人頭呢 當然是想生禽啦 陛下如果信得過我 我一定在一個月之內 將田忌綁到陛下殿前 聽憑處置 魏惠王聽到龐娟這麼說 不如得目瞪口呆 他望望為師 心想 這個龐娟雖然講得頭頭是道 但是他只是一個平民百姓而已 現在一開口 就說想要統領我的軍隊 去迎擊田忌 哎呀 那我怎麼放心得下 怎麼信得他過啊 他望望為師 想看為師究竟有什麼意見 為師忽然睜大眼 望著龐娟說 請問龐子有沒有拜過哪位名師呢 回品相爺 龐娟當日月獄之後 剛巧得鬼谷子先生收我為徒 在雲夢山跟他收集兵法 為師聽到 想一陣對魏惠王說 陛下 據微神所知 雲夢山的鬼谷子先生 乃是天下的第一奇人 民偷武略 無所不精 旁只能夠拜他為師 而且鬼谷先生 也能夠讓他下山 必然學有大成 剛才他所說的絕非欺言 魏惠王聽到 唉 敢先放心 齊娠王用上行之位 都不留得低龐子 寡人今天得到龐子相助 真是我們魏博幸運啊 請問龐子 如果你要打敗齊君 那要多少人晚啊 龐娟舉起三隻手指頭 我只要三萬人馬就夠了 什麼話 田記手下有精兵七萬 他自己本身 更加名震烈國的長勝將軍 龐子你 君忠無欺言 既然是這樣 好了 大量勝 還有三萬守軍 都算是精罪之兵 寡人全部交付給你了 龐娟馬上又起身 他說 草民 多謝陛下 只不過 龐子你還有什麼要求呢 不過老實說 你三萬人 已經是我最後的一張牌了 大王 大量勝 還要守軍守閉下安全 草民絕對不敢善用 哎 堂子啊 如果有人馬可調 我就怎會說 將守棍都交給你呢 龍將軍那樹 不是還有幾萬人馬嗎 龍將軍那樹是有四萬人 只但有三萬 還是由我的臭小子那樹 接收過來 他們已經連續打了很多場敗章 士氣一定是非常低落 這樣 還怎麼可以再考他們戰勝齊軍呢 草民狠請閉下 就將龍將軍 揮下的人馬 調出三萬人來 交給草民 草民 就可以生禽田記 什麼話 你 庞子 你是想用龍將軍的敗兵 在草民眼裡面 只有我們大魏雄師 並無敗兵 魏惠王想一陣 點了點頭 好了 那我暫且就封庞子 為龍將軍 仗前先封 盡力統兵三萬 破敵之後 另行聲賞 是 末將領子 旁眷這頭一出皇宮 那邊 陳振自從在府邸之中 回到自己家裡之後 他馬上就對斥光說 快點 家裡有多少金餅 全部裝了入箱 然後避車 走人 走人 赤光一聽他這樣說已經知道出了事 立聲都不敢多說 即時走進金庫裡面 派人抬了幾箱金銀珠寶出來 套上馬車之後 然後就問 主公去哪一出好啊 去韓國先 快點走 赤光想一想 即時就跳上車 就在旁邊準備護送的丁山說 主公要出事韓國 那 家裡的事 全部都由你管你了 是啊 赤爺放心 他丁山就不知道什麼頭什麼路 見赤光將這麼好的差事交給自己 都不知道多麼高興 赤光跟著邊行匹馬 駕車直奔南門而去 兩個人剛剛走了不夠半個時辰 白府已經奉了朱威命令 帶領軍馬 將這一座上大夫婦四面圍塞 但是進去才知道 陳鎮他們一早就走掉 於是 白府稟告朱威 即時四面貼出告示 通緝陳鎮 這個時候 我們再講一下 在齊毅兩軍陣前 這陣 毅軍靠著條濟水河 暫時阻止了齊軍進軍的腳步 齊軍連日挑戰 但是藝軍這邊都是高掛面戰牌 在中軍營帳裡面 身負重傷的老將軍龍甲 每天還要幾個軍衣 為他包紮傷口 擠著龍水 但是他還是不敢休息 天天都聽張猛的品告軍情報支防務 這一天 張猛走進來說 龍將軍 閉下趴人來探你 本來剛剛躺下 喘緊你的龍甲聽到 馬上就硬撐起身話 快點請 龍甲 有福閉下 有福閉下託夫 慘愧 慘愧呀 你的時候 皮人親自進來說 老將軍 陛下 叫老爺 叫老爺 來探 將軍來呀 老爺 龍甲真是老了 我對不起 陛下 哎呀 老將軍不要這樣說 你儘管放心 這麼養傷 說到這一句 皮人拿出趙書和調兵的虎符 說 陛下已經派了一個先鋒前來幫手 這個是趙書和虎符 陛下想將軍 暫時將將前的三萬人馬交給先鋒旁捐 由龐將軍 率軍破敵 龍甲聽到疾疾疾 哦 龐先鋒 那 他人呢 就在形象之外 哦 那快點請他進來吧 一身虧疾的龐娟 就即時走進來 他在床前 跪低叩頭說 末將龐娟 後見龍老將軍 龐 龐 龐將軍 免禮 張將軍 他轉頭對張猛說 你介紹一下兩軍形勢 張猛答應的一聲 對龐娟說 龐將軍 田記的七萬人馬 現在正是沿著條濟水河北岸 扎下營寨 我軍 連續敗了幾陣 士氣低落 眼下 雖然是殉棋 但是這條濟水河 河藏很闊 水流平緩 最深的地方 最深的地方都深不過空口 齊君隨時都以洩水而過 眼下形勢 龐娟點點頭說 張將軍不用多說 眼前的形勢 在下很清楚了 張猛聽到不如都 他瞎一瞎一瞎 他望望龍甲 龍甲都皺了眉頭 本來 魏惠王派到一個人出來頂替自己 這最好不過 因為龍甲的確已經覺得力不從心 但是魏惠王派這個人 一點名氣都沒有 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哪一刻來到 一個這樣的年輕人要領軍破敵 本身已經是兵家大忌了 因為如果那些將士 對這個領軍之人毫無信心 本來低落的士氣是怎樣振作呢 再加上看看這個年輕人 你明明在大梁城裡 又怎能夠對前線的形勢 遼如指掌呢 但是他連聽張猛的介紹都這麼不耐煩 哎呀 那這一戰就真是可慮了 但是現在既然魏惠王已經落了聖旨 而且自己的確已經無能為力了 於是他就對旁娟說 既然是這樣就請婆將軍 多多操勞了 張猛將軍 馬上點三萬人馬交給婆將軍 張猛聽到遲了一下 惠品龍將軍 現在我軍如果除去的受傷或者殘廢了的人 能夠上得戰陣的已經不夠三萬人了 既然是這樣就暗扮了給旁將軍 是 末將遵命 旁娟再向龍甲扣了個頭 旁娟多謝龍將軍信任 龍將軍儘管放心 旁娟發誓 十天之內一定要將田忌綁於馬下 請大將軍發落 聽到他這番說話 龍甲扮人都睜大眼仔細地看一看旁娟 好 有豪氣 唐將軍 老夫累了 旁娟告辭之後 龍甲領領頭 這麼大口氣 如果是公孫顯 講出這句說話 老夫 或者你還可以相信 出了龍甲的形象 張猛這個時候 已經點齊所有的偏張牙張 齊襲在那兒 等旁娟訓事 旁娟一進來 張猛起身就說 大將軍有令 從今天起 三軍將事 全部要聽先鋒旁娟吊遣 為令者 斬 整班將軍聽到吃了驚 因為旁娟這個名字 他們都是第一次聽見 大家一起拾一聲 把眼光都看著旁娟 旁娟站起來 向眾人連連拱手 先鋒旁娟 見過各位將軍 旁娟 想請問各位一句說話 中將一起答 請將軍發問 好 各位將軍 你們想不想打聖仗啊 自從河西一戰開始 這幾年 魏軍打了都是敗仗啊 所以大家個個人都 鼓了整肚火 你說誰不想打聖仗才行啊 但是這個聖仗 不是上一上就行的了 在仲仗看上來 旁娟這個問題簡直是可笑 所以誰都沒有開口 見到沒有人開口 旁娟又問一句 各位難道不想打聖仗 又是一陣沉默 正在尷尬之間 一個年輕一點的將領 就頂了一句說話 回先鋒將軍的說話 誰願意打敗仗啊 好 旁娟看著他一眼 大聲說 既然沒有人願意打敗仗 那由今日開始 旁娟 就一定要跟各位 正是打聖仗 哇 牛皮都不用敢吹發吧 眾人聽到不禁再次沉默了 隔了一會兒 有位副將才冷笑一聲說 先鋒將軍 如果你真的帶著我們 只會打聖仗 又不會打敗仗啊 可能大家發夢都會笑醒啊 聽到他這句說話 人人的陰陰嘴就笑上來 有些人直接說一些嘲諷的說話出來 旁娟看著他一眼 萬蚊地說 旁娟 當天發誓 我一定帶著大家 指打聖仗 等你們發夢笑醒 那右軍主將聽到 忍不住又想疾他一句 末章想問一下 先鋒將軍 你拿什麼擔保啊 旁娟一拍自己的頭 就憑我頸相忍頭 眾將聽到不如都一起縮正 人家連他的頭都拿出來了 那看來又不像開玩笑 旁娟看看大家說 各位 在下本來只是一界平民 但是我怎敢在之前陛下 在大良城張貼黃綁的時候 去揭下黃綁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我憑什麼有這樣的膽量啊 旁娟揭黃綁這件事 已經是傳到天下皆知了 大家聽他這樣說 就真的很好奇了 這個人以前都毫無名氣 忽然間之間霧出來 那他到底真的有什麼本事 又有什麼倚磅 夠膽來做這麼危險的事呢 你 要選 要選 這群 頭